联盟中的狐狼们产下了一窝健康的幼崽 小家伙们对一谷亲密无间 哪怕这并不是他的孩子 但一谷依旧愿意 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进行反除喂食 或许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他的家人 但身体的发育 不会因为小狐狼们而停止 小一谷不出意外的发情了 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强烈的动物本能 使得他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联盟 踏上了寻找同类的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 小一谷遇到了其他形形色色的动物 他勇敢地上前打招呼 但很可惜花豹并不领情 因为在他眼里 野狗往往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没 告别了胆小的花豹先生后 小一谷又遇到了一群小家伙 但狐猛的热情使得他难以招架 他也明白自己的魅力 但这依旧不是他想要的伙伴 在继续游荡了一段时间后 小一谷的荷尔猛也渐渐平复了下来 终于熬过发情的困扰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尽的孤单 直到他又遇到了一个新的狐狼家庭时